你看懂了吗?如何评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 泽连斯基名义上毕业于基辅经济大学 其实文化程度很低,也就是小学初中的水平 拍戏的时候经常念错字,闹了不少笑话 只不过现在当了总统,就从推特上把相关内容都删除了 只有B站和贴吧上能看到相关视频 不过呀,泽连斯基虽然没有文化,治国也无能 搞阴谋诡计权力斗争,却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将乌克兰上上下下玩弄于古党之中 西方的选举制度,其结果必然是出现这样的一个 又可笑又可恨的总统 一,贪污腐败 从苏联解体开始,乌克兰政府就一直腐败 越来越严重 泽连斯基拍了这个什么人民的公仆 装出一副正义灵然的样子 讽刺尤联克,寂寞申克,波罗申克 这些人贪污,赢得了乌克兰人民的好感 乌克兰社会长期受西方思想蒙蔽 人民觉悟普遍不高 很少反思腐败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不受限制 而是单纯的把责任归咎于总统个人 认为换个总统就好了 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单纯 看到尤申克,波罗申克是坏人 泽连斯基装模作样的讽刺 尤申克,波罗申克就以为泽连斯基是好人 把这个连初中生水平都不如的 搞笑一人,选上了总统 然而事实上,泽连斯基与寂寞申克 尤申克的矛盾,只不过是乌克兰政客内部分赃不均吧 寂寞申克,尤申克,贪污受贿 泽连斯基自己就干净吗? 泽连斯基家人在海外同样拥有不少财产 只是乌克兰国内的媒体都禁止报道这些 仅在不受控制的中俄两国才能看到 二,新纳粹 泽连斯基刚上台的时候 还会假装自己开明清廉 甚至发表过一个反纳粹的演说 但他很快就原形毕露 开始给臭名着主的比德琉拉 斯吉帕班德拉等人发 这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 一,最初泽连斯基的党羽呢 利用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说 涡轮惨案什么的都是历史旧账了 我们应该淡化伤痛,面向未来 二,当乌克兰人民听信了这些鬼话 泽连斯基一会儿开始执行计划的第二步 他们狡猾的伪装成李中克 利用历史研究一些不够严禁的瑕疵 去质疑沃伦的遇难的数量 我反对斯吉帕班德拉 但是沃伦真的死了十万人吗? 如果死了十万人 那就相当于当地每一个家里都有死人 可我的亲戚就在外卧轮 为什么家里一个人都没死呢? 或者装模作样的翻风道 什么十万? 难道不是一百万? 啊,三十万吗? 不是一亿吗? 利用这种方式啊 人们对斯吉帕班德拉的证悟啊 被进一步削减 并且呢,有了一种怀疑 认为啊,苏联时期对这些人的批判 是不完全真实的 是刻意夸大,甚至抹黑的 第三,既然彼得溜了 斯吉帕班德拉的生平 可以重新讨论 泽连斯基和他的走狗啊 和他的走狗们啊 立即强势进入了这种讨论 以行政权利将历史讨论 变成新纳粹犯案 他们利用当前的俄乌危机 将一切批评斯吉帕班德拉的人 都指责为叛国者 俄罗斯间谍 他们先从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下手 等到公众人物清理干净 普通人就更无还手之力了 这样,乌克兰遍地新纳粹的情况 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泽连斯基的文化水平 他会真的对历史感兴趣吗 显然不会 泽连斯基大张旗鼓地为斯吉帕班德拉 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要做 斯吉帕班德拉第二 他羡慕纳粹党徒杀人放火 掌控一切的滔天权势 希望自己也能做一个这样的英雄 三,权势 泽连斯基以纳粹之字句 处处模仿纳粹 让人们像对待希特勒一样崇拜自己 他的画像挂满了大街小巷 秘书替他炮制的文稿被送进各个学校 强迫乌克兰人民学习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一个人喜欢泽连斯基 崇拜泽连斯基 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是他应有的权利 但是泽连斯基一会儿 故意混淆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界限 以强制手段推动对泽连斯基的崇拜 这就是赤裸裸的纳粹行径了 现在在乌克兰 假如有人批评泽连斯基 乌克兰安全部门和亚素营 从来不过为这种批评是对是错 而是直接把对方当成俄罗斯间谍抓起来 乌克兰学校必须采用泽连斯基集团指定的教材 里面充满了对泽连斯基的奉承阿语 和对俄罗斯的仇恨 对俄罗斯基的奉承阿诞斯基的奉承阿诞斯基的奉承阿诞斯基